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热情活力的文化志工就是彰化县最美的风景 108年彰化县文化局集邮志工表扬暨队员大会 10日在彰化县立图书馆一楼演讲厅举行 县长王惠美亲自表扬文化局 第1、2、3级特级及光辉荣誉奖等25人 感谢志工朋友们长期热心服务与贡献 我们未来不论说是我们传统的文化 或者有关于怎么样跟国际接轨 以及我们的文化保存各方面 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那当然除此之外 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所有的志工 因为我们有的志工 已经努力到可以到全国基欧志工了 有三位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鼓努力的过程中说下一个就是我 对啦 那我也谢谢我们有一级二级三级 荣誉的以及光辉的志工 真的还是要再次的利用机会 谢谢大家 那我们现在继续在盘繩我们的一些闲置空间 未来会开放给青年做创业基地 那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文化相关的这个政策计划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努力 再次的感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 我想我们以后呢 文化志工队跟我们文化局同仁呢 就是一家亲 这边谢谢你们 想要做一句话 有你们真好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年文化局文化服务总队表扬活动别有创意 各队志工展现长才 以说唱表演的创意展现方式 呈现文化志工创造力与向心力 活动气氛更加热闹 鼓舞每一位志工都抱着欢喜的心情 以更多的热忱来为民服务 公益频道许世昌张化采访报导 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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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